我没想到这五分会影响到最后这个结局 如果会影响到我不会投给他们的 观众会觉得我这个分数影响了真是专业的东西 哪样比较好重新录还是 就是这句要重录吗 让欧阳娜娜被骂翻 但让明日之紫月团季实习导师的她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似乎觉得达西与王泽人的组合审全在握 因此想给小熊和胡玉彤一点鼓励 成为唯一投票给他们的导师 我刚才也有想过要不要7票 但是我们学校的slogan是 有个伙伴比啥都浪漫 我知道就是可能小熊在唱歌方面 他自己也会不自信等等 但我觉得宇童就像他哥哥一样 给他做一个很好的后盾 去帮他稳住这个表演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件 在乐团里面伙伴和伙伴之间最浪漫的事情 打击学员和王泽人学员的总得分是 第十二分 恭喜胡玉彤学员和钱红杰学员 扣扣合格 什么观众不能这样子对吧 不能这样子 我觉得不太好 真不太好 还要看观众喜欢啥吧 导师绝对没想到现场观众的票差距会这么开 绝对没想到 你那分还挺厉害 那个导演 我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导演 好 怎么样 我没想到这五分会影响到最后这个结局 如果会影响到我不会投给他们的 观众会觉得我这个分数影响了真是专业的东西 他其实没想投那一票 他想投一个鼓励分 这样有点票都已经定了 哪一个哪样比较好重新录还是 因为你已经说了 你说你本来想到什么 但是你觉得我觉得行 这没办法 确实观众投得高 我个人觉得最好的分数是就这样 你这个去票那又是一条的令人 节目播出后 他也在微博po文道歉 说自己不该中断录制 提出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觉得既然我已经决定 那我就是把这五票 希望可以鼓励给小熊同学 还有我们的胡语彤 不管怎么样 你们也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但我在这边也想要肯定答戏和责任 我认为你们的表演是非常完整 非常独特的 我也自己确实是没有想到 这五票会影响到整个最后的结果 我觉得跟娜娜姐那五票完全没有关系 观众确实选择了她们 我觉得娜娜其实可以不用那么纠结吧 我觉得她们这两组都没有很打动我 但我在心里面是更倾向于胡语彤那组 但我齐全了 我觉得其实扯平了 而且我觉得没有东西是偶然的 事实发生的事情也许 就是的确有它的道理 关西营让 所有观众 Court